嗨 各位渔申的夥伴和第一次参加渔申活动的朋友 大家好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欢迎大家来到H-Log天气世代科创未来大会 我是今晚的CE Wallace Choy王 我的渔申国际事业介绍人就是Henry Ho 指导老师就是华为娜女士和中指奔鲜三国 我从事市场推广和销售的工作 同时现在发展我的移生事业 今晚我见到有很多80后和90后的面孔 不知道约你来的朋友是怎样邀请 不过我相信你们心里都会在想自己的改变 不知道会不会是你的外貌 健康 生活的方式 或者想在日监工作以外多一个出路 又或者是毕业想找一个出路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你们的心闻 去听下今晚的分享 因为是对你们的将来是息息相关的 我自己在两年前是透过互联网认识余生事业的 我很开心 想不到科技能够改善我的皮肤之余 更加令到我的妈妈 她有膝头脖腿的问题 能够重拾健康 因为余生的科技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余生更加是一间美国顶尖的上市公司 更加都是抗衰老业界的先驱 而她在世界的抗衰老发展 更加有着重大的贡献 过去Newskin也有很多出色的成就 正正因为她是一间有良心 并且有善心的公司 吸引了很多不同的人才来合作 包括看产品的研发 市场的推广和销售 所以今晚以下下来 我们很希望跟大家介绍第一位主角嘉宾 她是一个很勤奋、积极的爸爸 为了家庭真是奋身付出 她在英国碩士毕业 但是从不至没家 她相信一分监魂就一分收获 希望靠着自己的努力 能够改变家庭的命运 而且她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 她因为纳志从小要帮助家族脱贫 所以她的眼睛上上都是找一些商机 她很有眼光 每一次她玩一些机会的时候 都是找到一些适时在发展的商机 好像说她从事过幼儿教育 开办过摄影的公司 现在的她更加是和太太 一起发展预生国际事业 那究竟一个我们的余生事业的平台 怎样帮助缺乏资金的年轻人来创业 亦都怎样去帮助一帮年轻人 能够发展一帮很有成就的事业呢 我想借助大家热烈的掌声 欢迎余生六宝石级主人 Worri G 和大家的心情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听到 我听到 谢谢大家 谢谢Wallace 谢谢 我觉得呢 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Wallace 很幸福 她可以在互联网上 认识了我们的newskin 是吧 Hakken 你好 OK 因为她也是我们的 今天speaker 另外一个speaker的先生 另外一个幸福的夫妻 我们今天其实在 这个 资讯发达的社会上面 是吧 其实有没有人是不用互联网的 其实我相信你不用互联网 今天都不在 OK 应该在心山里面 OK 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朱天恒 中文名字是朱天恒 英文名字是Worry WorryG 我不再介绍自己了 我看自己的样子其实有点理 最重要是在隔壁的外人 我太太 其实我跟我太太 认识了 我相信应该拍了7年 我们就结婚了 现在有一个女女 一个4岁的女女 当时我和太太在香港 读大专的时候认识 接着我们就一起去英国 继续去 攻读我们的 Bestrian Degree 然后完成我来的 Master Degree 有感激她 除了在 过往的学业里面 工作里面 和我同心同行之外 其实在New Skin 这几年 打拼 她都能够 我们两个一起 做到一个出门同路 贵戈的同行 所以今天她的照顾女女 不能够在这儿 但是 对了 说一下这个部分 OK 我其实介绍一下自己的 Wine New Skin 我为什么做New Skin 其实很重要 我觉得这部分 我真的感激我爸爸妈妈 我自己本身出身 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爸爸妈妈也是一个 在学校里面 做一个校业的工作 所以不是特别富有的家庭 但是 她们很莫微不至 将身上 有的资源都给了我 我曾经去澳洲读过书 我去英国读过书 我爸妈妈整天 卖了房子 去将那些资源 给我去那儿读书 但是我去到英国读书 完成了Master 留下留下 继续工作几年之后 其实那时候在那儿决定 回不回来好呢 其实英国那边 也有一个不错的offer 可以继续留下 但是我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妈妈的身体 我相信在做很多朋友 都在考上的朋友的时候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是吧 妈妈当时是怎样的问题呢 就是 她一天最多 可以吃8粒Panadol 是的 是8粒Panadol Extra 顶峰的时候 就是 老师说我500g 500MJ Panadol Extra是1500 为什么要吃Extra呢 就是因为她吃普通Panadol 吃到纯粒就没有反应了 所以要吃更大的势量 那你做子女的 是不是很心痛 心痛 但是是痛 但是你可以做些什么 真的什么都做不到的 所以当时我太太就决定 我不如就 离开英国回来香港 让妈妈去退休 妈妈退休 退休三年了 很开心了 应该身体会变好 没有变好过 然后我仍然是不停去 外床休息 外床休息 我叫她做习班 因为她不会出街 下去楼下喝茶 她都要围着颈巾 很快催生 就会头痛 头痛就要再吃Panadol OK 学生的循环 接着我跟我家庭医生去沟通 怎么办 妈妈这样 你都看了我们十几年 我经常给你洗一楼 我说 你要过去床带我妈的衣服 接着医生就说 妈妈要保健的了 你乖子 让她退休是对的 但是她的身体狀位就落到底了 不退休 就会再严重 那你让她退休 但是职劳承择的情况下 你真的不要指示 妈妈可以单靠休息 可以有一个回复 因为她的回复能力已经差了 她就跟我说 保健 完结了 保健什么 我妈妈整个季 有的骨神使 10000之六茶 所有的东西都有 接着你去保健吗 报什么 真的不知道 但是很感激我的介绍人 再做Danny老师 我当时做教育中心的时候 她是家里的家长 我当时因为自己做教育工作 在英国回来做教育 也做摄影 因为增加家庭收入 工作很忙碌 导致自己的身体变差 我可以在圣诞节 用些药来排到圣诞树 然后在Facebook 跟你说Merry Christmas 好 好 好 接着 接着 听到Danny老师她跟我说 喂 其实你做教育的朋友 这些小朋友的病毒很重要的时候 不如你用一些产品 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我说OK 为什么要去一试呢 当时 我开始试产品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就是慢慢好 自己好 自己好 我说你现在拿去给妈妈 对不对 给妈妈的时候 那时候是抗拒我的 用回来说 我整个季都有了 你给什么我吃的 那我就告诉她 如果妈妈用得好的话 为什么你不试试 如果你过去里面的东西 用得你好的话 为什么你会 吃Panadol 多过吃你的保险品 那我就为什么不 一试 那妈妈就开始去用 Live fat 的时候慢慢慢慢 她的身体真的好了 好多好多 我称之为 撕掉了 她的Panadol 这样 这些东西都是我产品的过程 但是我为什么开始 看到这一个生意呢 其实我自己在 英国回来之后做教育 做摄影 是因为增加家里的收入 对不对 其实我看得到的 就是女儿一路的长大 爸爸妈妈一路的 慢慢会老去 会退休 家里的支出只会是增加 一定是有增无减的 OK 但是你要去开源 就是你想多些资源的时候 你只能够做开源折留 是不是 我们经常都说 但是你会不会想折留 我绝对不想 折留代表是什么 就是令到我最亲爱的人 最爱的人 他们的生活品质会买得下降 所以我只能够做开源 但是我刚才说 两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所有时间 都在工作的时候 那其实你开了什么缘呢 难道你夜晚再去 七仔再去 OK 是不是 就算我真的可以 我只想回 如果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陪到我的小朋友 真的不能够的 是不是 你只会身体病 病不好 然后睡觉 然后重复我妈妈 重复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 我不愿意 所以我要去想 去找方法 我还记得这张照 方法 这个其实是 当时星期日档案 他访问我家 就是访问我的 就是作为一个爸爸 如何去照顾小朋友 如何去平衡家庭和生活的时候 我在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很喜欢亲力身为照顾我女儿 因为有很大的原因 他们支持我 在这段时间去做Nimskin 就是因为我在过往的 教育里面 我见到很多很多的 就是我们的家长 很多的资源给小朋友 我还记得有一对妈仔 他们的爸爸妈妈 不是 他们是有 我不知和他沟通 回去上课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特别有一个 专题做education的PA 我记得两个小孩 妈仔有两个 然后不知道安排什么活动 他们很多 叫做 叫什么 就是古时那些叫做 妹仔那些 去照顾着他们 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爹地妈妈的 OK 但是两个小朋友 以为自己很厉害 都不是不厉害 但是应该是更加厉害的时候 但是 我和不到他们爹地妈妈的沟通 导致有某些小朋友 他们可能有发展 一定是 没有预期的理想的时候 我真的真真正正正发觉 我培活小朋友成长很重要 这个责任只能够爸爸妈妈去做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爹地妈妈 我希望能够 给他们一个讯息 如果你们能够的 给多些时间给你们的小朋友 培伴他们的成长 有多 有父母多培伴成长的小朋友 真的是完全一样 OK 那旁边也是我们另外一个 乔奥 很重要的 一家人 是的 我们一家八口 很开心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那这件事 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 我会发展new skin 或者支持我发展new skin 的原因 当时 其实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 开源 而不是接纳 OK 那这件事 是小小的故事 最重要不是听我的故事 听今天 如何去建立一个 你自己的故事 死下 你自己的故事 那我们进入这个气涌 OK 首先有没有听过 匯公裁员或者公司裁员的新闻 是 是 裁员 我都没有怎么接下去 OK 申报 匯公裁员 股价插水 这一篇文 这一篇的新闻 其实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是吧 因为周围都已经经常说裁员 不同公司 是吧 当时有一个叫二四六的传闻 有没有人听过 OK 就是说你这间公司 工作了大概二十年的时间 大概四十岁 你有六万元人工的时候 你就会是首批被裁员的 朋友仔 OK 这个是当年了 OK 这个传闻不是传闻 这个是新闻 因为已经不再是假的了 但是这件事也不会再成为新闻 因为 现在裁员的原因 叫我莫需要有 我可以裁你就裁你了 我找个management trainee回到你 我去坐你的位置 不需要很多的学历 但是只需要可以做到management的事情 或者可以 我可以教你做management的事情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因为你下面的人会做 是吧 我请个便宜的人回来 why not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应该的工作环境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指数 2000年的时候 和2015年的分别 我其实记得自己的 波友有点紧张 所以说一下 假设一下 我们在罗素街租的单位开牧头 当年是250元呎租 现在说的2900元 十几倍的上升 我们投资房地产好不好 当时太古城一个单位 四千多元 现在说的是什么 万多元 我不做投资 吃个汉莫包 便宜一点 10元都去到17元多 10元一个鱼肉包 现在是11元 ok 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件事 大家要自己去想想 我们讲一下这个收入 90后的收入 再做到很多90后 你的收入 七除八扣 你就常在消费 智能电话网 买了衣服 下来 剩下的每个月 是314元 那我说 不如又讲一下 其实我应该有多个人跟我一起去打费 好像我家里有两个 是不是 一家三口 挺幸福的 加上年薪不差 月入我整成七万 又要请我工人去照顾小朋友 工人的吉利卡 的集费 小朋友的集费 还要给老爷爷奶奶 接下来很迷工 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很多的同事又要去参加 给一些炸银炸 七除八扣之下 剩下1500元 都挺好的 但是其实这里是三个人 三个人免1,500元 所以你让一下车 又不够去旅行 你都要再计有计 那我们怎么去跳出这个 我们叫做老鼠龙 不想的 我们怎么解决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一本书的 叫《同伯伯伯伯伯伯》 有没有人听过 OK 其实它里面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 message 给了大家 The network marketing industry always are ready-made business system OK For 什么人 For take control of their future financial future OK 里面很重要的 四个着限 ESBI 当时Rory去做一个教育中心的时候 我就是在一个E OK 都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 我放假也有钱的 是吧 但是其实我很稳定的收入的同事 我是被稳定 被稳定的意思就是说 他去决定你加多少人工 他去决定你什么时候放假 他去决定你做什么 自己是没有自由 没有自主的 接着我跳了去做视频工作的时候 我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都是一个C級 视频师OK 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去赚钱了 挺好的其实 但是原来我只能够喘息 不能够休息 因为我手停口停 我很怕的就是我今天 不去接过那个视频工作的时候 找了另外一个美女去接过工作 然后那个美女跟我拍照的技巧 就差不多 但是比我漂亮 接着之后 那个客人就决定找她 以后不找我 那我是不是没有了一个状态 但是原来不是没有了一个状态 是没有了之后的机会 所以我的时候我要找她变 我不说B 要说I I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就是 那些投资家 我们能够用钱 去赚钱的 我不介意去投资 几百万 几千万 去赚更多的钱 但是我们 在大部分人 在E和X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一下子 跳到I呢 应该都不能够 所以B 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B 就是一个叫做entrepreneur 我们能够用系统来帮助我们 去增加我们的收入 好像香港的李嘉诚 阿诚哥 他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他在全球都有生意 他在睡觉的时候 全球都有人跟他在赚钱 但是你想想 你作为一个爸爸妈妈 如果你有你的小朋友 在外国读书的时候 你在睡觉 他会有人帮你 在洗钱 但是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能够 听得到什麽叫ESBI 什麽叫new screen 什麽叫network marketing的时候 就是一个用系统来找钱的工作 OK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潮流 我们一定要知道潮流 说型很重要 我们年轻人来说潮 对不对 在二次世界大展之后 很多的婴儿出生 所以当时 婴儿相关的一些事业 就非常赚钱 包括料片 婴儿用品 他们长大的时候 成为了青年人 最大堆的人 在青年这个地区的时候 他们是做一些什么 麦当劳 跑车 那些赶着外模型 有没有听过 只有两个位那些 或者和两个朋友两个 飞车那些 walk and roll 到他再长大的时候 成家立室 有一间楼很重要 所以当时 成哥做了一些房地产的东西 他就是捉紧了那个势头 OK 做按揭 小型货车 一些和小孩 一些子女有关的生意 到这一批人的时候 原来在现在这个时间 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叫做 银八族 老年了 OK 过往那么多年的工作 他们赚了一个收入 现在到他们要享乐 他们可以去 spend 到钱 但同时间他们的健康 因为过往可能 有些繁忙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警号的时候 他们是否想令到自己更加多的健康 可以有更加长命去享受 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但是到我现在发觉 原来 不单止老人家需要健康 年轻人都需要健康 很多亚健康的问题出现了 那些人越来越 就是这些疾病是年轻化了 是不是 这件事都不止我们说的 不过原来有很多很多 在市场上 在社会上 很多的科学期讨议 都有说到 下一个的 即是抗衰老是一个大的商机 来的 又例如 Google和Apple 他们联手 聚军抗衰老这个行业 我们是很开心的 我们作为New Skin 我们作为一个抗衰老业的 业界的精英分子 我们很开心 因为原来 这件事是有 市场上两大的龙头 One of the two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ompany 他们都在看这件事情 是吧 他们不是笨的 是不是 会无端端 联手去投资一个 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加油 都给市场听 抗衰老 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要去看的事情 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 库翁也是掌握 配销渠道 知道什么是配销渠道 不要紧 不要回答我 因为逐个回答应该没时间 我也问一下大家 有吃过一些好吃的餐厅 是不是 当你吃过好吃的餐厅 你们会怎么做 是吗 是 放上Facebook WhatsApp给朋友知道 是吧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分享的 在这些渠道上做分享 其实是我们日以为常发生的事情 但原来你们已经在做虎翁做的事情 是不是很厉害呢 但是我们怎样去运用它很重要 譬如我们去WhatsApp告诉朋友听 我们会去Google那些餐厅 好不好吃 去Facebook去Share 去卖一下like 在YouTube看有没有漂亮片看到 Walmart有没有东西 可以买回去 淘导呢 我都会淘导的 我淘导的 我淘导的鞋给个女儿 因为她的脚带得太快的时候 我这次要淘导的鞋给她 就让她便宜了 是不是 我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 这些产品我们可以去淘导 但是你们吃了好的保健品 你会不会去淘导 当然不会 你用了面的产品 你会不会去淘导 当然不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用的是 一些什么的优异的产品 我们去做这个财富的时候 我们去见到财富的时候 原来最重要的最有效的 最好的起飽点 其实就是直销 后面这个Logo 大家看得到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都在不同的网络频道里 看到一个分享的字 其实分享就等于直销 直销就等于分享 我们怎样去做 很简单 知识经销 我们知道的就说 不知道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团队那里 学怎样说 就不需要去乱说 OK 主动的媒体就是说 原来我们可以主动增加收入 刚才我不是说过的 如果你是医的话 你打工的话 你是被稳定的 你的工资都是被控制的 但是原来我们做直销的时候 我们能够自己去掌控自己 去赚多少钱 我们这个月 啊 冷一点 下个月那次 接下来又花多些钱 妈妈大售 我们要努力赚钱 我们就努力一点 是不是很好啊 可以自己掌正 非在职收入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我和我女儿 我带我女儿去外国读书的时候 我可以和她一起在外国去陪着她 我和我父母去旅行的时候 我可以陪着她 因为 在我过往我所建立 所努力的系统 我仍然会继续去运作 帮我去赚钱 是吧 帮我增加收入 去令到我的生活安定 令到我父母的生活会受影响 也有一个帮助别人成功的 看一看你们旁边的一个介绍 今天介绍你的朋友 你一定要感激他 当你决定去发展newsing的时候 他就会 给你更加用力去发展这个事业的 3D 给你更加用力去帮助你成功的朋友 因为这个就是帮助别人成功的事业 OK 直销其实是什么 很多朋友问他什么 直销我告诉大家 直销其实有一个最原始的销售方法 当我们去农夫 在他的田里去收割的时候 之后他就会将一些菜 在他菜市场煲块布 或在地上买 2元一棵 2元一棵 是吧 为什么现在去到chick up市场 就变了20元一棵 因为中间有太多的 配销渠道 一些不需要存在的 所以就增加了很多很多的 cost 所以如果做直销的话 还有几样东西 提醒大家 我们要找对于合法公司 低投资成本 低供险和武士本的机会 而 Direct Selling 其实现在已经叫做 social business model OK 全球已经是很热的一个话题 千万不要欲畅 OK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 和什么公司合作 公司有什么产品 有什么制度 很重要 但是 当我在 长安的体制 发展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发觉 和什么人合作 和什么人合作很重要 因为有人 才会有一个好的团队 我们每一个人 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 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有完美的团队 所以我们能够互相借力 NLC的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 30年 纽交所上市19年 天同NUS 主班上市 美国等巴士的评价是5-1 就是证明我们的 财务的 债务情况 是最英俊的 OK 我先用一些 我先用一些 比较 呃呃呃 直接的 OK 多谢老师 直接的方向 很英俊的 5-1 评价 OK 所以我们没有债务的 OK 而另外福布斯 评价是最值得信纳的企业 另外13年14年 看到我们的业绩 一定是会有高高低低的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企业 累积回复 支付超过90亿美金 也都是我们在座 很多的partner 已经是分到的 二 每5天已经产生了 100万美元名人 在座的已经有 我们有千万美元名人 华太的同学中老师 100万美元 500万美元老师 都在座有很多位 就是证明在我们 这个长环的体系里面 我们的而且都能够 币助大家去成功 而物仪餐捐赠的累积数 超过4.5亿分钟 已经帮助很多很多的家庭 有一个健康的小朋友 和我们的家庭 健康的成长 我们在硬件上的背套 全球的创新中心 在美国的尤他州 投资了超过100亿美金 里面不单只是 美丽美会 那么简单 而是我们有超过75位的 全职科学家 来自不同的领域 他帮助我们不停地去研发一些更优质的产品 给我们作为一个 我们折销商去做一个销售 他帮助我们去做生意上的成功 但是其实 一个这么漂亮的背后 并不是说 只是投资了多少钱 而是说公司对于抗衰老 这个事业 是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才愿意去投资这么多的资源 除了外国之外 我们在中国的上海牧原园 也是我们的创新园区 我们去游行 和一班伴侣去到大中华区的总部 去盼望一下 都是自己的地方 我进去就说 这个就是我的地方 你们知道吗 巡视业目 OK 而在2009年开始 大家注意 2009年开始 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上升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革命性的抗脑科技 HLOG 一个很重要的科技 是我们NewSkin的产品 或者我们事业上面很重要的base 因为我们是史上唯一一间抗衰老的专家 我们不是单纯用一面 而是做到内外的兼修 什么叫内外兼修呢 正在告诉你们 最重要的是 究竟为什么我们要抗衰老 因为已经有两本的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和参画给我们 你看看我们将会有120岁和142岁 哇 马上有点打痕 有点流汗的感觉 现在法定退休年是多少岁 65岁 65岁 不要说白色 因为我42岁 120岁 即是你退休之后还有55年 不知道还可以 你明白吗 你工作了多少年 你用了妈妈的钱20年 你工作了自己赚钱自己去供养 即是自己去支付自己的生活 大概 45年 45年的时间 你不单止是自己找自己花 如果你结婚的 你有小朋友的话 你还要换钱给他花 你看不看你剩下的55年 是要 让他让你呢 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不担心 因为我除了走得 可以去玩之后 我健康之后 我的收入 原来我有多少岁 我一直持续到多少岁 这个就是持续性的收入 华太现在81 一岁 根本就是61岁 我也觉得太多了 华太可以去到180岁 都不介意 因为他知道 一样很漂亮 一样很健康 然后到处去玩 然后给他一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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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才知道 几多岁 然后Newskin 然后给了一些什么 配套 帮助我们 原来他有多厉害 为什么我们说 他可以领先业界 因为他在过往 在其他公司 在用一些劣质的东西 用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的时候 我们就不停地创新 不停地去颠覆了市场 由我们的 蜂合果酸 到我们的生育光子素描 而Stargate Transformation Set R Square 到一个人家外面 还在那儿 没得吃 来减肥的时候 我们是饱着瘦的产品 叫做TR90 所以Newskin的创新性 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的大科技 30年的经验 很多科学家 顶尖的 学术界的合作研究 Livegen 拥有了超过14年以上的基因研究 这个就是Newskin所拥有的 这个就是和你合作 你和你合作 你会所拥有的东西 里面我之前已经说过 我们有很多的 在我们的科研中心里面 有很多的科学家 去帮助我们做这个产品 包括曾药海博士 我们一起跳舞 在这个旅行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nice的 臂直的华人 Newskin 是世界级的科技 刺激老化根源 当其他的竞争对手 只是去帮助你 你搞你画面的皱纹的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 为什么皱纹出现 原来是因为 你身体里面 某一条基因老化的时候 我们落到你的基因 它令到他不老化 年轻的时候 来皱纹的自然走 这个就是 我们和外面很大的分别 第二继续 就是一个基因晶片 是一个酸利的基因晶片的科技 年轻的Rowie 的时候 就周围走 不会肥的 吃点都不肥 所以 年轻基因 绿色是多于黄色 但是到我慢慢露的时候 我的红色又多于绿色 就是我老化的基因 多于年轻的基因 但是原来通过了 H-Log 重置之后 我是接近年轻时候的 大家都会想 最后我不想 我看到这个 有时候我知道我妈妈 不一定可以好 很健康 而这件事情 在Discovery Channel 也追访了 我们New Skin的科学家团队 14个月的时间 去做了一个program 叫做DNA The Next Week 因为他们 现在应该在YouTube 很多地方都找得到 问你们解释 对他们好些 他会分享给你们知道 OK 他不是帮我们买广告 因为其实 他就是希望找到 在市场上有什么 公司 什么科学家团队 可以在DNA 对于他们的健康 和老化 有帮助的 一个学术界 一个成就的 科学家团队 找他们来 跟他们做一个追访 所以New Skin H-O 其实现在只不过是 一个很少的部分 我称之为一个冰山一角 更加大的商机 更加大的资源 其实是在下面 仍然未开发 或是持续 继续开发的 一个 一个 油田 OK 所以呢 我们怎样去捉紧这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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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继续去 了解一下 不好意思 OK 由09年开始 每一年到两年 已经不停地 推出一些很暂身性的 H-Lock 的产品 包括 你在朋友身上 可能也有 H-Lock B 或者在桌上 H-Lock B 的产品 那 有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说 大家想成为当中的消费者 一定是一个经营者 其实消费者是一定会的 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 正如我刚才在出去 开初讲的 我那个家庭医生 其实他是 New Skin 23年的用家 没错 我现在是我的家庭医生 23年的用家 我问他 其实保健品是什么 大家那么熟 你是New Skin人 不如说一下 他说保健品有两个很重要的 保持 一个叫補充 因为我们生活 饮食上 吸收不够的燃养 我们可以补充 第二个就是 保持 我们人一定会老化的 有一个好的保健品 可以保持你的青春 OK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在这个浪潮 蓋上来的时候 你想 蓋在下面 一定能够成风破浪 在浪顶 把这一兆亿美元的市场 跟你有关 当时 我和大家一样坐在那里 都可能有一个文化符号 究竟会不会跟我有关 一兆 我减几个零 其实都挺好的 但是当时我不明白的时候 我很感激有我的上线老师 我的领导人去 不领导人 是的 我的老师去教我 怎样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我很感激的 有Thomas老师 他真是一个善的力量的化身 善的力量的代表 我就是觉得 我自己 可能在眼中有一个高学历 但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 其实真的 不是很多 但是Thomas老师 在他 曾经成为一个上线公司的副主席 香港有五间学校 因为我这么聪明的人 他都会去看新闻 我当时很简单 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他这么聪明去看的话 我为什么不看一下 Therisa老师和家闻老师 都是我的恩师 我们团队的创办人 Therisa老师是一位社工 家闻老师仍然是一位社工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做生意 为什么你 好像经常都说数字 我见到Therisa老师和家闻老师 他们作为两个社工 他们有培育人才 帮助更多的人 他说的一个说话 就是成功非少数人的专利 无论你加入newskin之前 或者你以前是一个 怎样背景的 有资源还是好 无资源也好 但只要你跟着一个好的团队 我们大家互相借力 完美的团队 能够帮助成功的时候 我正正在我老师身上看得到 最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华文娜女士 华太 千万美玉名人 我觉得这件事是newskin给华太的 一个 recognition 但最重要的是华太 加入newskin之前 她已经是一个社会上的 一个地位的女士 首位女性的十大潔青 在美容界的乔楚 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但是我一人说 你本身事业都这么巅峰 为什么你要加入一个 一个刚刚开始的事业 就是因为华太的眼光 我只是问自己 因为很简单 我常常同事 我对话 我有没有那么聪明 我有没有这个眼光 我有的 因为我今天就见她 和各个的老师一起 一起去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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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今天有分享两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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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以来 很多年轻人都选择 如新作为他们发展事业平台 以下我要介绍下一位主角的嘉宾 前职就是大专院校的讲师 拥有香港大学的碩士学位 生长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和一个很好教育环境的地方 是别人眼中的富二代 但是为什么她会偽然放弃一份 人人眼中看为身高良准的 优厚的收入工作 而她投身一个 和她的成长背景毫无关系的直销行业 她在2011年 更加透过她很优秀的领导才能 去发展如生事业 和团队不断地扩大 业职亦不断地增长 更加获选成为80后的 揭出企业家 代表余生公司 接受东周罕的访问 究竟余生这一部平台 有什么优势 可以让她借助来发挥 并且能够发展出一番 悲凡的事业 帮助她完成她提早退休的目标 借助大家热烈的掌声 欢迎余生南建席执主任 真的 感谢大莉cendo的介绍 好多謝公司 亦都好多謝華太 Bakley老師 長安團隊給我機會和我分享 今天是年初十是嗎 是的 先在這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 如果我們還在讀書的 就學業進步 打工的就升級加薪好嗎 好 做三二的就是坐圓滾滾來 做NEW SCENE更加重要 就是練練創生碎碎登峰 快點發賣成就自己的大帽 好 好 先講一下我自己 我是NEW SCENE的一個 鑽石級主任 大藍鑽石級主任 當時我的背景是 一個大專業套講師 當時其實工作是非常好的 因為在大專裏 學生又比較熟 教的科目又比較不錯 老闆有多想認識自己 於是其實工作裏面 都很開心 很開心 但是 為什麼又會去創業呢 就是因為 其實我來自教育室 我爸爸是一個校長 我媽媽是一個 退休的中學老師 當時我看到我爸爸媽媽 在我小時候 他們是很多時間陪伴我的 但是這裏到我長大 我發覺是沒有什麼時間 以及要拿很多工作回家去做 於是我覺得 原來打工是不受你自己控制的 老闆要你做什麼你就要做了 當時我看到媽媽不是法定的年齡去退休 我媽媽是五十多歲就要退休 五十多歲就退休 我當時問自己 她說 糟糕了 如果我的工作裏面 不好意思 你用一些年輕人的 如果我真的 我只是工作三十年 然後我從二十歲做到五十歲 然後我儲三十年的錢 然後我不知道我活到多少歲 我就要去見上帝 我怎麼辦呢 我儲多少錢好呢 於是心裏面有些年輕人 我說不要緊 我都是很努力工作的人 我可不可以找機會呢 不可以的 於是因為自己做教育 當時就跟先生一起做我們教育事業 教育事業裏面 發覺是一腳踢的 什麼叫一腳踢呢 就是請人也是你 找老師也是你 找學生也是你 市場也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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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找到錢呢 找到錢 不過你發覺 賺完的錢最後給了誰 他說最貴的是什麼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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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又不是很平衡 賺完的錢又被我交租 於是 我們就想一下 不是的 我經常聽到人在股市 股票市場賺錢 好吧 我們去跟專業的老師 學一下怎麼炒股 當然 專業的老師家 要給專業的價錢 是不是 我炒股 學完之後 學了什麼風險管理 什麼分析 學完之後 遇上了金融海鮮 你給的錢下去 你發覺大環境 根本你是控制不到的 所以當時更加不平衡 有什麼工具 我可以給自己 可以真的有一天 我停下來 我繼續有收入的呢 當時我爸爸把電視交給我 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說 我是很抗拒的 非常之抗拒 為什麼呢 因為曾經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 Hillian 你用一些洗頭水 電視交給他 你買給朋友 我當時覺得 爸爸你沒事啊 你叫我 你買吧 你喉水 我以為是這樣 我以為是這樣 但是我爸爸 當時他真的告訴我 他說 第一 他說這個平台可以飛到哪裏 做到哪裏 我問 飛到哪裏 做到哪裏 我從前的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空中覆露員 我養了空中覆露員 為什麼我做不到這個夢想 因為身高不夠 大家看到我今天這麼高 因為我的腳 我的鞋子還可以這麼高 身高不夠 所以令我打燒了這個念頭 沒有可能完成我的夢想 我聽到我爸爸說 他說 飛到哪裏 我說我有興趣了解一下嗎 有興趣了解一下 第二件事他更加說 他說 這裏是成功的企業家 他說 你一定要跟我的 當時他所說的 我恩之伊利和史萊莎老師 去學一下 我說 好啊 我說我反都沒有教我 坐他的位置 如果有成功的人 教我成功之道 我說 我學一下都好 我就是這麼簡單之下 就來到 好像大家今天這樣的會場 我當時看到什麼 我當時看到很多成功的領導人 他本身在本職工作裏面已經很成功 就叫華太 是不是 本身的工作裏面已經很有成就 就像佳蓮老師 本身工作裏面也很有成就 我說 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成就就是我活命以求 我就是 有一天爬到去 爬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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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上去 但是 爬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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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才是做什麼 做New Skin 我說如果我當時二十多歲 我簡單一點 我一開波就做New Skin 我不是節省力很多 是不是 我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真的 完成自己的夢想 又可以更加多時間享受人生 所以當時我就讓自己 我讓自己 靜靜地 在環境裏面學 在環境裏面 因為我不懂做New Skin 不過我看到很多成功的前輩 願意把她的成功經驗教給我 我覺得沒什麼輸 所以就讓自己 一路去學習 一路去經營 現在已經是 今天已經是 學New Skin的第八個年頭 所以我很想 就有大家的掌聲 多謝華太 多謝Fanny老師 多謝 好了 New Skin 除了有追求遠大夢想之外 我覺得有一件事 都很重要的 就是自己領著那份重要 都很重要的 讓大家看看 這個都很重要 先說這個 這個是什麼 就是2011年 很有限 就是被New Skin公司 挑選成為80後的失力軍 就是左下角的一位 當時覺得很開心 因為經營了不太長的時間 但是公司給了我機會 我跟自己說 我要向華太和Banny老師學習 但他們每次的訪問都是一大版 一大版 甚至無景版 就是這樣 我說好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 我都可以做到的話 代表所有年輕人 人人都做到的 也都是自己的容貌 這是我什麼 New Skin產品都沒有用之前的 我覺得當時都挺不錯 是吧 因為我相信世界 沒有醜的女人 只有懶的女人 所以我從20歲開始 就很沉浪地互浮 互浮完之後就是這樣了 但是原來世界上沒有最好的 只有更好的 用完A-Shop的產品 你覺不可以多一些名片 輪廓名片 走出來 眼耳口被清洗很多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我 非常感謝公司的 幫助產品 真的 令我們 保持著這麼年輕 這麼年輕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產品除了在我身上有很大的功效之外 在我爸爸媽媽身上也有很大的功效 因為我爸爸在2003年做過肝臟炎直手術 當時他在49歲時很怕沒運 在多個月中是瑪麗醫院唯一一個 可以做到肝臟炎直手術的一人 然後他換了肝後 長期都要吃糖排清藥 醫生有說過 藥是影響核突 藥是影響核突 但我爸爸口感非常好 當時我看到他用完產品後 整個樣子是越來越健康的 所以令到我對Nim Skin有更大的信心 直到2014年 我爸爸因為在老婆裡面 有一個很突然的突發事情 令到他大量出血 然後他很短的時間離開了 當時醫生也將他的肝 再移植給另一個人 如果將他的兩個腎 也都延植給人 當時我沒有想過 因為肝是別人的麻 已經用了11年 用了11年之後 能夠再延植出去 我覺得這個是奇蹟來的 是奇蹟來的 更加重要的是 第一次做手術和第二次做手術 都是同一個醫生 都是同一個醫生 那個醫生在醫管局的一個報告裡面寫 他說他沒有想過這個肝臟第二次拿出來的時候 是比第一次更加健康 哇 這個是用產品的一個服器 用產品的一個服器 因為我爸爸是不間斷地用我們的A-Shop的R-Pay 這是我爸爸的情況 我媽媽有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在11月底 我媽媽因為家裡的一個家居意外 他一張桌子就放進去 那即時就要送進醫院 並且醫生說他要立刻做手術 因為他整個尾龍骨都用光了 當時做手術 醫生跟我們說 他說你有個心理準備 你媽媽是無可能走得回來的 無可能 他只可以 最好的狀態就是他坐在一個輪椅上 令到少許跟你們說話 這個已經是最好的狀態了 但是今天兩個多月左右 我媽媽是怎樣的狀態 給大家聽好嗎 嗯 嗯 她可以自己扶著 可以自己在這裡走到 只是兩個月左右的事情 其實當時我去尿養卷探望媽媽 其實她不知道 我說這麼厲害 我是隔了幾天去見她 就好一點 每隔幾天去見她就好一點 你看到她的進步是很快的 是因為產品真的幫她打好底下 打好底下之後 就算她遇到有什麼意外 你發覺你康復的情況都快很多 也都媽媽在康復的期間裡 都有繼續用公司的產品 可以非常非常地這樣 我想給多一次掌聲給我 高興的報告 高興的報告 就是2011年和2011年和2011年 最重要是看幾個數字 就是第二項 就是公布每年合共的收入 和樓價 你發覺 1991年 兩工伙加起來是13萬多 樓價只是百多萬 2001年 兩工伙加起來是雙倍的 28萬 樓價只是多一點 2011年 你看到人工有沒有高到 沒有 還跌了 不過樓價呢 300萬 接近300萬 怕不怕 我作為原汽人 我真的很怕 其實大家有沒有計算 300萬的樓 要儲多少首期 三成首期是嗎 三成是多少錢 90萬是嗎 如果90萬 我當時每個月儲一萬 那你一年儲十二萬 是不是 一年儲十二萬的話 那大概要多少年 八年左右 才能儲到首期 你供 儲到首期 然後才開始供樓 如果你想買的那間樓 是六百萬呢 那恭喜你 你儲多接近十年 又不是 人工挺高的 如果兩萬的話 你就需要一個年期縮短 大家想想 樓價是我們追不到的東西 當你儲到那夠錢 你覺得怎樣 樓價走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 在心裏都不是很平衡的 那怎樣呢 亦都在我們的傳統教育裏面 其實爸爸媽媽小時候都是這樣教我們 但是我們出生之後 我們讀書 讀到差不多二十五歲 讀完大學 有時候我們 譬如我們 我們買了碩士 差不多二十五歲了 出來努力工作 那工作多少年左右 四十年 四十年 差不多四十年 工作四十年之後 然後到六十五歲了 我們就希望 我們可以享受生活 是嗎 享受生活十年 七十五歲 然後我們發覺怎樣 健康也走下坡 財富也走下坡 直到你八十歲 即是離開人世 我覺得這個 這是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有沒有再做一個兩件事 其實我追求這件事 你覺得不知道 不知道是OK的 你覺得不是的 傳統教育是這樣的 我覺得也是的 不過看著這件事 我會想起可不可以怎樣 可不可以綠色的短些 紫色的長些 你有沒有想過 是真的想這樣 那就是因為 因為當時我來到尼斯 我看到 原來我可以 都努力工作 所有事情都是 毫不勞而獲的 都努力工作 但我努力工作完之後 我可以累積的結果 更重要 是嗎 所以我可以 將我的綠色的部分 縮短它 縮縮它 縮縮它成為五年工作 然後讓我們可以 由你經營尼斯 五年打後 可以享受你的生活 並且很重要 一件事 因為我們 是甚麼 痛老的生意 所以我們會 越來越健康 是嗎 網絡越來越大 並且我們是 越來越有錢 我覺得 有錢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 因為錢 不單止給予我們好的生活 錢也可以幫助很多人 幫助很多人 因為你身邊 或者整個社會 總有一些人 是沒有那麼多能力去賺錢的 是嗎 或者是需要別人幫助的 如果我們有 我們應該做多些 然後我們幫助多些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是怎樣 可以 工作得聰明些 好嗎 好 那怎樣可以 工作得聰明些 如果我們的工具是不一樣 如果我們的工具不一樣 我們 我們的工作裏面 可以聰明些 那所以 為甚麼我會 當時我會選擇 Nim Skin呢 因為我看到貝針的一個力量 我覺得 任何生意 都由一個人開始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概念 我們想做生意 於是我們怎樣 有概念做生意 我們會不會找合作夥伴 會的 因為就算你開魚蛋 魚蛋 魚蛋 不是魚蛋 開一間 賣滾餐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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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開一間店 買雲吞麵 會不會煮麵那個 又是你 六家那個 又是你 不會的 不會 你會怎樣 找人 找人 對 你會找一群人一起合作 那在Nim Skin裏面 我們找五個朋友一起合作 五個朋友做完 我們全球Nim Skin 被我們五十四個國家的生意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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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怎樣 他們都會找他們的合作夥伴 以前我們經過時間的翻動 我們整個團隊裏面有二萬人 其實我們直接認識的只是五個朋友 他五個介紹的五個朋友 其實我們已經不認識 不過你發覺 這麼乾威力之後 代表什麼 代表你整個團隊裏面有龐大的網絡 肉有龐大的網絡 所以 傳統的 就當你直接的客人 如果他用一百元的產品 在洗頭洗面衝來茶寶件品 多不多 我們女士一枝唇膏都 過這個價錢 是不是 我當一下 一百元的產品 洗頭洗面衝來茶寶件品 公司給你 百分之五最基本的獎金 給你 這裡只有二十五元 可以先看嗎 可以 可以 因為我連買一杯 星巴什麼的咖啡 我都買不到 所以 也不值得看 在全球的生意裏面 如果你五個客人不夠 你會怎樣 找五十個 五十個不夠 找五百個 五百個也不夠 你可能找五千個 但是 你找五千個客人 你有沒有 服務質素可言 基本上 你都想氣血燈亡 所以 如果我們聰明一點 我們一個團隊合作 當你有二萬人 在一個團隊裏面 如果每人只是消費者 每人消費一百元的產品 好像給你百分之五 你每個月 都會有十萬元的收入 如果這二萬人 不是你的消費者 是你的店 但到頭 後面加兩個零 做一萬元的生意 多不太多 應該在香港 租都不夠 不夠交 我當一萬元的營業額 公司法 幾萬百分之五 這裡是多少 一千萬一個月 如果是一萬元 美金營業額 後面就是一千萬美金 一個月 所以 你用眼睛去看 你看到一瓶一貫的產品 如果你用眼光去看 你看到全球 跟你都有關的網絡 那些朋友跟我說 那些人的工作 很好 非常好 很滿意我工作 有沒有 有 我當時都是這樣的 不過我看完以下這條數字 我覺得 再自己一個人工作 都不太划算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 工作幾個小時 八小時 這份是筍工 我好像有一個朋友說 剛才我只是八個小時 不要緊 不要緊 普通的八個小時 一個星期放兩日假 所以一個星期是四十個工作小時 一年內放兩個星期大假 所以一年內是五十個工作星期 所以一年是二千個工作小時 當你由我剛才說的 二十五歲工作到六十五歲 都足夠了 四十年 你一生人就八萬個工作小時 這八萬個工作小時 有些什麼結果 看什麼 看學齡 看背景 看你的工作行業 但有一件事最重要是看 就是看懂不懂得買居 看眉頭眼睛 老闆少不想認識 後面有幾件事 可能是不夠保 是不是 我當時跟我自己說 我讀書一段時間 是教我一些專業技能 我從來沒有教我 怎樣 代人處事 老闆的眉頭眼睛 是怎樣看不懂的 那我就慘了 我八萬個小時 就是控制在別人手上 我最租央居多 是不是 所以我當時看完這個數字 我說不是多平衡 不是多平衡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我自己掌控到的 我發覺原來當我們建立一個團隊 當我們建立一個團隊 結果是我們可以掌控的 你看一下 如果當你有二萬人的團隊 每人的工作 一天八個小事 你有多少 基本上一天 已經有十六萬的工作 表示是我們兩生人的結果 我說如果 如果我很努力工作 為什麼我不聰明一點 我可以建立一個團隊 哪怕我用十年的時間 去建立這個團隊 我第十一年是否可以開始享受 是不是 但如果我今天借助 A-Shop的科技 借助A-Shop Me的機會 我是否可以把它縮短 可能變成三到五年 我已經建立二萬人的團隊 這樣的話 我的結果 真的可以超乏 可以超乏 可以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選對一個平台 選對一個平台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打破 我們勞動式的收入 勞動式的收入 就是我們做就有 不做就沒有 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 沒有辦法之下 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但我們可不可以 在我們勞動式的收入外以外 再呢 怎樣 每天為自己鋪一條水管 每天都鋪 三水之餘 鋪一條水管 哪怕你鋪水管是鋪多久 是不是 快一點 多一點 鋪得 當你鋪完水管之後 你有得選擇 你說不是 我仍然呢 非常精緻充滿的 繼續去擔水 是不是 你說不是啊 我上來享受我人心的 你的水管鋪好 你一扭開 水口就已經有水 所以建立一個網絡 去創造一個被動收入 非常之重要 那麼在這線裏面 很重要的 我們每一個主任 每一個主任 都等於一間的分店 那你說 這是什麼來的 不要緊 你慢慢就會去瞭解到 我們整個整個 整個單位是怎樣的 也很重要是什麼 公司給我們 整個人才的網絡 就是由我們自己開始 我們可以真的 透過互聯網 透過社交媒體 也透過newskin 整個平台 整個訓練系統 可以將我們 人才的網絡 五十四個國家的市場 都可以拿到 建立先公司 給我們最豐富的收入 就是百分之五 六代 不是六代的人 那麼簡單 而是六代的舖頭 六代的舖頭 剛才看到那個數目 都有二萬間舖 在你全球裏面 是不是很開心 非常之開心 所以 真的 看到華太和Benny老師 飛到世界每一個地方 去為他們的團隊 去做訓練的時候 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目標 和我的夢想 因為有一次 我跟自己說 我要計劃每年都有一條路 這條路去哪裏 不太重要 因為自己喜歡 也有團隊在那裏 到時團隊也很壯大的 所以你去到 只是問他 你懂得幫忙嗎? 印尼話你不懂 然後上海話你也不懂 日本話你也不懂 不懂 那你只是做什麼 好像說 可以拍照 拍照 拍下花 然後怎樣 享受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每一個人都是風亭可以 超越你的介紹人 超越你整個團隊 每一個都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很重要 也都 剛才Rory有說 New Skin裏面 是否千輕世代 都很重要 我們看完年份之後 大概知道自己是哪個世代 但是New Skin裏面的產品 是針對什麼呢? 針對三個大的市場 包括我們的經濟潮 包括我們的 Gen X 包括 Millenials 也都很重要 2020年 我們的千輕世代 將會佔全球 勞動人口的一半 那千輕世代的人喜歡些什麼? 鷹 還有呢 我們是不是呢 日又拿著手機 夜又拿著手機 我們起床第一件事是什麼? 看手機 睡覺後 最後那件事也是看手機 是不是這樣 所以有沒有想過 可以運用手機 去建立自己的生意 我們千輕世代 我們就希望 可以跟互聯網聯繫 聯繫 我們有很多客群 可以我們溝通得到的 也很重要的 一個核製化的產品 是不是現在 很多地方都說核製化 最近有沒有聽 杯麵都說核製化 有 有是不是 現在來的杯麵 你喜歡多些蛋 多些肉 全部都和你客製化 衣又客製化 對嗎 袋又客製化 所以客製化是否專貴 非常專貴 現在我們就是有一個 客製化的儀器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桌面的這一部 這部很可愛 這部 是什麼來的呢 你知道我們是否則